男子骑机车不小心插撞前方的三轮车纸箱 而三轮车上老翁立刻追上 把他拦向要求赔偿 其实把机车停好之后也不甘示弱 和老翁两个人就这样当街扭打起来 让经过的用路人纷纷侧目 停下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在此呼吁民众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请立即报警处理 避免阴行车纠纸衍生出其他冲突 原来这名老翁早就是桃源巴德当地的知名人物 居民说他常常故意挡路 就是为了要引起冲突索取赔偿费 这次老翁之前在马路中央 硬是挡在公车的前方 司机把车往后倒 他也跟着往后走 就是不肯让路 就算整公车的乘客都来等他让路 老翁还是理直气壮 回向自己没有在挡 还怪司机先撞到了他 公车司机无奈 上班时间遇到这样的人物 但住在当地的民众却习以为常 直说若是遇到这位老翁千万不要冲动 赶紧打电话报警才是上上策 记者刘志展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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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电话报警 无法兽 订阅 转发 打电话都打电话